接着上级讲啊 如何区分汉奸 只要他认为中国制造的这个好东西不好 他就是汉奸 也就是说你是不太武断了 听清楚这个标准这句话啊 只要他认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好东西 好东西不好 他就是汉奸 这里面有很大玄机啊 说明很多问题 你想想啊 首先任何一个中国人 是不是都希望咱们中国制造好啊 世界上最棒的 是不是 我 我非常荣幸的告诉你啊 几乎所有行业咱们都能做到最好 谁都希望咱们自己的国家做的东西好 但就是这些人不希望啊 咱们中国制造的好东西 这个好是通过对比 最起码通过了解对比出来的 就是好 比亚迪就是好 不接受任何的反驳 这两年的实战告诉我 没有比亚迪车好 哎呦 那是其他国产新能源 个别方面咱们承认啊 但是比合资和进口车要好很多 他都不了解的车 甚至长啥样都不知道 你换个标他都能认错你那种人 甚至根本就没有车 在网上都不愿意露面的那种私密账号 他就敢说啊 什么外游车好 就包括有一些汉奸啊 就是著名的某车评人 好几百万粉丝 那个谭商啊 谭商得这么叫 哎 还认为丰田比比亚的好呢 华天下之大鸡电到黑白 指路为马也要冲阳没外 干脆就是跪地下不起来了 明白吗 这就肯定是了 不用说了 对不对 为什么说是中国制造的好东西 然后他说不好 这也是个玄机啊 咱们深刻的剖析啊 这个东西好 他非得说不好 他带着立场来的 听清楚啊 他带着立场来的 把一个好的东西说成不好 这是啥 这是黑 这是白 颠倒黑白 听明白吗 啊 这个咱们中国制造的好东西 他认为不好 那你想一想 他还不是他是啥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自己制造的好 对吧 然后本来好 他非得说成不好 百分之百就是 也说崇洋媚外无知 有 但是你崇洋媚外无知 你为什么要很活跃的在网上说 这不就有问题了吗 听明白吗 咱们就用辩证的 用逻辑的看待这个问题 他们就是汉奸 记住这一句话啊 把咱们中国制造的好东西 说成不好 就是汉奸 就这一句话就总结了 到位了 听明白吗 颠到黑白 只录为骂 只为崇洋媚外 哎呀 这帮人还得指着咱们这些正能量的养红的鸟 发一条 快拔药 哎呀 可怜又可恨的 是什么事啊 对啊 可怜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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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нашего